近日三万点成为恒指攻防战,周三失而复得,看此低位有成接力。尽管美国打算向欧洲贸易开战,IMF也下调了全球经济预测,也未令投资者担心。 沽货意欲不大,相信大家对中美签订贸易协议,有一定憧憬,所以周三见恒指跌穿三万点,又见到买盘出现。 不过,近期港股缺乏上升动力,投资市场未见有新催化势,当未有新资金进一步流入下,港股会否短期见顶呢? 我们也要当心注意,在此先看看IMF的看法。虽然看淡今年多国经济表现,但较醒神的事,IMF相信下半年是靠中国挺起全球经济。 预期中国今年底经济活动可望回升,整体经济优累将消退。新兴市场方面,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市场将转趋稳定,下半年将回复增长。 老实说,过往IMF曾多次预测经济情况,不者对其准确度传疑,认为他所持论据较落后,未能跟上主流,相信投资者也有同感。 因此未有太忧虑其所作的预测。我们姑且也看看IMF目前预期今年全球增长3.3%,较一月时的估计下收0.2%,不过仍预期2020年全球增长3.6%. IMF分别预期美国今年增长2.3%,明年1.9%,预期中国今年增长6.3%,明年6.1%。 预测反映美国经济存在较大隐忧。即使中国经济未算太差,但环球经济毕竟也是一体。港股最终亦难幸免,另一方面,值得注意的是资金流的变化。 周三港元策息HIBOR全线抽升,升月2厘以上,亦是今年首次见此水平。 据财资市场工会资料显示,港元隔夜策息升至今年以来最高位,见过2.96厘以上。 策息全线抽升,原因更多,也会造成资金面紧张。 大家要留意的是,去年9月及11月亦曾出现过短期急升情况。 而过去两次策息急升后,尽管很快回复至正常水平。 为港股在策息回稳后,却出现回套情况,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。 其中理据也不太够力。 我们还需小心,毕竟恒指今年升幅已不少。 必死回调多数后之后角,而且通常是死因不明。 到了宣布死亡一刻,已经是反云伐术,持货者现水平更要加倍小心。 策息上升,有人会将沙特加美首次发行国际债券连上关系。 深水清的朋友或会认为完全无关。 佳因今次发行地不在香港,但事次已筹资120亿美元的规模相当大。 而且认购需求却高达于1000亿美元。 创下了新兴市场债券史上的最高纪录。 沙特加美本次发债的债券,期限从三年期至三零年期不等。 而资息率方面更比国家主权债为低,反映投资者对该债券的热情。 去年开始,市场资金封抢公司债券,贪其资息率回报, 及席博率远较股票市场高,形成资金的聚集地。 今次沙特亚美发债成为投资者所爱, 相信将成为中东甚至是新兴市场企业发债的指标。 当新发行债券金额遇大,股市资金就会被动息抽走。 在此消比涨的情况下, 沽货套现买债券,股市会被拖下去。 我们也需要注意。